他讲他是陈定然 陈定然的儿子陈仁杰 就讲一句话说 我爸不是变色龙 结果变色龙果然第二天就 不施大家众望 马上就去蹭蒋经果了 他其实是在所谓的蓝绿之间 希望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他不只是蹭这些所谓过世的 会有一些精神 台湾人的精神代表的人 他其实还在统独之间操作 那所以他这样的操作法成不成功 我觉得是很难成功 因为他被两边挤压的情况下 两边气饱的情况下 他其实会变成是巩固自己基本盘 都有困难 所以这个部分 他为什么不断的去 要蹭这些所谓的过去的人 他其实在创造声量 创造声量同时在神格化自己 他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恐惧症 非常重的人 所以他当然会怀疑他旁边的人 所以他透过所谓的宗教式的行销 已经进入到宗教恋才一个地步